那你去看看奥巴马美国总统 上去的时候年纪轻轻的 你看看先生老是什么样子 你看克林顿上去的时候 年纪轻不轻 哎呀我精神都不得了 还去塞斯风呢 我在澳大利亚200年的时候见了他 克林顿 你看看那个时候就老得了不得了 真的我跟他吃饭不停的有毛病 他醒悲剃 就这样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的毛病怎么来的 压力太大 美国总统李根 对不对呀 那时候漂亮嘛 又是电影明星 你看看后来晚年怎么走的 尊严都没了 老年痴呆 什么都记不住了 你看看什么尊严呢 不要去追呀 人家追到美国总统 比我们都厉害了吧 对不对呀 我们还要追什么 我们有什么好求的 我们悉尼的很多老妈妈老婆婆 想不通啊 经常来找我 我就跟他也讲了 我说你不要想不通啊 真的 走的时候浑身躺在病床上 好了 要走的时候 一个儿子最不孝 做出很多事情了 儿子跑过来看他了 妈妈 三哥来看你了 人家都滚 我不要看你了 我不要看你了 走吧 一声气 加快速度 不要这样啊 人不要去想 他已经来给你看你了 就原谅他 就圆满了嘛 要原谅人的人是佛呀 经常记住人家恨的人 他是魔呀 哪的老先生 看呀 老先生说就是 我告诉你 人就是这样 因为你一定要想得开 你就佛藏住在心 如果你经常想不开 你就磨在心中了 恨了 有什么好恨了 讲讲啊 你现在儿子对你不好 你想想你对你 爸爸妈妈好好 半清八流 算了 无所谓了 我这是报应 孩子对我不好 好 我现在开始 我好好学博修心 我以后会越来越好 那就越来越好 想开 想没